大家好我是尊 所以今天來講一下這個獎勵軌跡還有鑽石卡 呵呵呵 對 呃 基本上這個遊戲裡面現在出了兩張鑽石卡 那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我們就馬上來看吧 基本上獎勵軌跡會在平吉之地發布的時候會迎來首次重置 所以如果你還有 呃 該領的獎勵沒領的話就公開領 那其中一個比較麻煩的東西是 呃50級的英雄造型嘛 所以呃 必須要趕快就還沒選的人要趕快選一選 不然可能會被吃掉 不過他們應該還是會自動發 他們還有在想要自動發 可是因為50級英雄造型有10個 所以自動發感覺也有一點虧 呵呵 因為你可能不會就是他不一定會發給你想要嘛 所以或許可能應該要好好選一下 那這一次新的這個 新的獎勵軌跡也會有一些東西 就是新的東西 像第一個給的就是 基本上整個資料片 獎勵軌跡 你零等 一等就直接送你一張傳說卡啦 所以 呃基本上應該大家不會重複到 然後還會送一大堆 一大堆一大堆普卡之類的 然後還有 西遊卡跟金卡 然後你如果用旅店貴賓正軌跡的話 就會有 你一買旅店貴賓正軌跡就有一個 鑽石卡啊 呵呵 然後是不能分解的 我們直接來看下面吧 基本上買 呃 買旅店貴賓正軌跡都是送 基本上都是送造型啊 然後更多 經驗值獎勵 這邊其實我還蠻注意是有一個 是即將公開 這33等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然後 應該是搞不好跟新的模式有關啦 不確定 然後還有 基本上都是金卡 不然就是頭像 超級多頭像 經驗值獎勵 呃說一下這個經驗值獎勵其實 其實70等之後這個經驗值獎勵其實還蠻 蠻舒服的啊 就後面 後面升級還蠻快 因為像我現在 已經120幾等了吧 就 基本上每次結任務基本上都會升個一兩等 所以 這個經驗值獎勵其實應該差蠻多的啦 如果說 呃 不過也看大家狀況 我其實也不太確定這個 這個應該是跟大的 大的那個包裝 大的旅店貴賓證 叫什麼 大的預購 裡面就有旅店貴賓證然後應該就有這個東西 呃 應該看一下 可是我已經預購了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他們這邊還有稍微講一下是 呃 新的瘋狂煙 瘋狂煙卡包感覺其實應該還好啦 就他們這邊還有講一下是 喔這兩張鑽石卡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特效基本上就是比較帥 然後 完全是 呃 就是比較帥而已 然後比較多特效 這種 這個概念其實 之前在國外有 其他YouTuber有提出過類似的東西 其實還蠻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就是 更多特效 這一點 這蠻符合 鑽石的 基礎走向吧 就是 就是 比較 輕鬆 揮斜一點 呵呵呵 是嗎 呃 對 這個旅店貴賓證他這邊有講說 呃 所以 新的旅店貞購買 獎勵加成 任何時間點購買旅店貴賓證獲得 鑽石大師 吧吧吧吧吧 嗯對造型 不過這邊有一小行字是 英雄戰場特殊獎勵已經變成獨立販售商品跟旅店貴賓證拆分開來 所以 代表說這個旅店貴賓證是沒有包含英雄戰場的旅店貴賓證的意思 所以英雄戰場 如果大家要玩的話他們基本上就是想要 從這邊製作 做收入啦做硬抗 然後不知道這個東西還能不能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用金幣購買啦 不過 我猜我們到時候就知道了 這個還蠻有趣的 就是 直接把它拆開來 因為我記得上個資料 我忘記上個資料片是不是跟大預購綁在一起了 OK 然後 然後全新造型硬幣 這其實也蠻合理啦 因為我差別蠻多人就只玩英雄戰場而已 然後 他們還是要想辦法讓英雄戰場會賺一點錢吧 多多少少 然後這是新的造型硬幣 然後有兩種方法可以拿到 完成獎勵鬼記90等的時候會拿到 這個吧 卡札克斯的硬幣 然後 收集 135張不重複的瓶瓶之地卡牌會拿到這張 部落硬幣之類的 那 他們之後還會出這個瓶瓶之地的迷你系列 就有點像暗約金屬這種東西 所以 之後不重複卡牌會達到 170張 我真的有錯字 有170張之後 這個就會 比較好 完成一點 然後現在 機器每一張通靈絕雲的牌也有一張 新的幸運筆 大概是這樣 要注意的是其實有蠻多東西是不能夠分解的啦 就這邊給的這些金卡其實都是無法 無法合成無法分解的 就有點像是 我們的 基本卡的金卡一樣 或是經典卡的金卡一樣 像這邊的 這個鑽石卡也是沒有辦法分解的 也沒辦法合成 所以基本上你只能用 他們訴說的 這幾個手段來獲得 鑽石卡 另一個鑽石卡是要 收集所有瓶瓶之地的 傳說卡就會拿到 其實 呃 我是還蠻常收集完所有傳說卡的啦 不過就 對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有時候他們會NF一些傳說卡 然後 要分解之前你可能會想要先合一些 傳說卡吧 傳說卡全部收集完之後再分解 之類有的沒的 OK 其實就 大概是這樣 呃我看應該蠻少人預購的啦 所以 這個 獎勵軌跡應該蠻少人 會拿到的感覺 不過 這是一個 多一個理由為什麼你可能會想要預購 然後 等一下 那為什麼這邊有三張卡片 呵呵呵 呃基本上是 這是英雄戰場的 是有點 喔我現在不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到底他們是合在一起還是分開 如果 如果看預購的 界面可能會看到啦 不過我剛 想說 免得忘記我公開預購 然後 現在大家還是看不到 預購應該只到 20幾號吧 還是30號 29 應該到 預購應該到29號 這樣子 OK 我 我不知道大預購有沒有英雄戰場 因為他沒有可能把它分開 可是大預購裡面還是全部都有 也是蠻有可能的 然後只是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 假設你只買 可以只買獎勵軌跡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確定 就假設只買獎勵軌跡的話 可能只有 那個 就變成只有 只有 只有獎勵軌跡沒有英雄戰場的 特殊獎勵就是 比如說可以多線角色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 應該還有一張牌是 要嘛決鬥戰場要嘛就是新的 就一張可能決鬥戰場然後一張是新模式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 想要知道的人可以 好好專研一下 基本上看起來獎勵是跟之前差不多啦 因為之前獎勵軌跡這件事情在 國外其實引起蠻大的風波 就覺得 暴雪給獎勵給的 有點不乾脆之類的 然後 這次看起來 就多塞很多金卡回來嘛 可是這些金卡說實在也是 就是基本金卡或是經典金卡這種感覺 所以說實在 感覺是也 還好啦 而且你可以看到 就多的這兩樣 其實都是沒有辦法分解的 就基本上對你的程量是不會 有什麼影響 然後 等一下 Thavern Tickets 喔所以這是免費的 蛤 這也長得太怪了吧 所以其實這不是 英雄戰場 可是圖案是有點 寒喔 因為Thavern Tickets是 應該是你可以免費玩 旅店門票嘛 所以應該是你可以免費玩 比如說 競技場或是 決鬥擂台之類的喔 所以這個 圖示其實不大對 或許 因為 英雄戰場原先就是免費的 好啦 反正就 大概是這樣 恩 好像沒有什麼幫助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喜歡新的暗月競速嗎 我其實還蠻喜歡暗月競速的 因為就基本上更多牌 只是 都只有35張 其實還蠻少的 我想至少在 直到片跟直到片之間有更多東西可以 可以做啦 更多 更精美的卡牌美術以及風格獨特的鑽石邊框 呵呵 我其實還蠻喜歡鑽石卡 就是 我不討厭 大家喜歡鑽石卡嗎 看起來挺酷的啊 特效也挺酷的 而且就 有一張是預購就直接拿到嗎 一張是 收集全部傳說就會拿到 應該預購就會拿到吧 好啦 我 看起來主要問題是 我不知道預購到底會不會有 開這個英雄戰場的東西 還有這個獎勵軌跡 不過 我想我們之後就會知道了 然後 因為我全部都有預購所以 由於職業關係 所以 我大概不用煩惱這些東西啦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新的鑽石卡 還有這個 新的獎勵軌跡快要來了 所以你如果 50燈還沒選頭像的 趕快選一選 大概就這樣 好啦 掰掰 你說吧 哈哈 小燈 黑色 的